好,刚刚有讲到可以移动,上下左右移动 可是呢,上下左右移动之后呢 我希望出现什么?出现这个放大缩小的功能 比如说一般使用者他也希望说可以放大缩小 看到其他的东西 缩小,放大缩小 那这个地方放大缩小该怎么做? 这里面的话需要几个东西 顺便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我需要用到这个所谓的 宣告MapView 那MapView指的就是什么? 现在这一个画面 这个大的画面呢,就是一个什么MapView 那他名称就是一个Map 那底下会出现一个MapController 这个放大缩小,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放大缩小 那我要怎么去控制他? 请用这个前面讲的这个逻辑 宣告物件,先宣告两个物件 再来连结,那连结的话画面上有个Map 所以我刚刚特别强调说 第一个,请各位先把这一个Manity上面这个按右键 把它assign一个ID给他叫Map 这样的话呢,我才可以连结 第二个的话呢,我要做哪些动作 第二个,先宣告 宣告部分我想,我已经把这个程式码放在云端分享空间里面 所以各位参考一下,宣告 连结的话呢,连结这一个Map 这个翻译把ID呢,去把它连结到 再来的话呢,我要能够呢 使用这个,使用这个可以控制的话呢 这边多一行 这个,这一行多的 这把删掉 如果说我今天要使用那个放大缩小的功能的话 特别注意,我必须要在Map的后面呢 加上一个什么 加这个Map加上一个set boin 其实你知道吗,点一下 Map点 点之后打个set set再打个b